由晨翔 毛弟 雨昕 宇宙攜手演出的 Hi-Fi之霸青春 播出後受到觀眾的喜愛 自前四人為新通訊軟體站台時 大方分享私下使用經驗 沒想到毛弟竟爆出 晨翔有這樣的特殊癖好 會互相傳自己 就是很帥的照片這樣 有修過的嗎 獲得什麼是假的 我有 就是 就是他沒有回你 才會一直想傳 就是如果他真的 認真的跟我討論 我就不敢傳 對 太認真 對啊 因為我們兩個 都不會傳 很少傳自拍照給對方 我們都傳很醜的照片 對對方 對啊 然後說 今天的造型你覺得OK嗎 我們就是類似這種 沒有 我們現在在的環境 我們很想會自拍 對 我們都傳那個風景照 所以證明兩個人 兩個男的才是女的 我們兩個是男的 對啊 晨翔面對同劇演員的指控 感嘆回應 每次傳自拍照 都被已讀不回 越是這樣才越要一直 傳到對方回為止 不過搞笑的他 也有震驚的一面 被問起當兵 以及未來規劃時 晨翔回說做好準備了 男生該碰到就是要去碰到 你也逃不掉啊 所以就是隨緣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的想法是 我現在是研究所好的 對 因為我覺得 我最近的工作可能比較煩惱 對 然後也是拍戲啊什麼的 然後沒有好好的就是認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上課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參與到 然後我也不想要就是 都沒有去參與到 我覺得我如果真的想要做這件事 我就想要認真的去參與 所以我就決定 因為研究所可能他是可以就是 先暫停然後再回去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乾脆 如果有更多的時間 你能夠準備這個東西的話 那我就 到時候如果我有時間呢 就認真去做這個事情 雖然感情好到像家人 即將面臨的是 Hi-Fi之霸青春 下週就要拍殺青戲 除了珍惜剩餘拍戲的時間 也會利用賓購 好好聯繫彼此感情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